今天我们要介绍的一本书就是许多交易者曾经经历过的交易心理分析 我们对一只股票的跟踪已经有好几天了 而且所有的迹象都表明它即将上涨 而且很有可能就是今天 所以一大早我们就提醒自己要做好战斗准备 可是就在我们准备扣动扳机的时候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让我们离开了电脑或者关掉了手机 等我们回来的时候那只股票已经涨停了 一只煮熟的鸭子飞走了 这比亏钱还难受 可是又能怎么办 唉 只能怪自己倒霉 但是你知道吗 这并不是运气的问题 而是一种心理上的原因 类似的事情还有很多 比如当我们判断股票要下跌 准备卖掉的时候却误打误撞变成了买入 每每想起这样的失误 我的心都在低险 但是你知道吗 可能是心理因素造成的吧 如果我们不了解类似的心理因素 下次就会错过赚钱的机会 或者造成巨大的损失 今天我们要讲的 是一本关于交易心理分析的书 长久以来 它都是美国亚马逊网站投资心理类书籍的榜首 这本书的作者名叫马克·道格拉斯 40多年的交易经验 在美林证券 也是一家知名的期货公司 17年来 他一直在研究交易心理学 并成立了自己的交易行为顾问公司 为股票和期货交易员提供咨询服务 在华尔街 道格拉斯是为数不多的有资格 做交易心理顾问的人 交易心理分析 作为道格拉斯的代表作品之一 被技术分析大师 威尔斯·威尔德大力推荐 美国 英国 加拿大 日本 澳大利亚 都是畅销书 今天 我将以三个问题来解读本书的精华 第一点 为什么交易失败 第二个问题 对于长期获利的交易者来说 心理机制是怎样的 第三点 如何训练你的交易心理 首先 交易失败的原因是什么 股市上有句话说得好 七亏二平一赚 也就是说 只有10%的人能赚到钱 90%的人都赚不到 这些没有赚钱的人中 有一半没有基本的投资知识 他们做的大部分交易 都是赔钱的 而另外一半人 则是有了自己的交易方式 问题是 利润不稳定 不能长期盈利 上个月赚了20% 这个月可能亏了30% 总体来说 还是亏了 他们可能会想 自己是不是对市场的了解不够 分析的不够透彻 如果我对市场有更多的了解 提高分析技术 是否能实现长期盈利呢 这个想法听起来很有道理 但却把我们带入了分析的陷阱 分析中的陷阱 一方面是因为市场提供了太多的信息 交易者无法分析所有的信息 而且这些信息往往互相矛盾 很难达成一致 就像是同一只股票 总会有很多人找出各种各样的理由 同时也有一些人会找出各种各样的理由来悲观 另一方面 市场上有些信息是非常重要的 但却不能被理解和评估 这种信息被称为隐藏信息 比如交易员的意愿 我们可以分析当前的交易数量 但是却不知道下一秒会有多少交易者出手 又会有多少人买进 或者那些看热闹的人下一秒会进场 做多还是做空 也就是说 就算你分析得再好 隐藏信息也会导致交易失败 道格拉斯给我们讲了个故事 芝加哥有一家非常大的期货经纪公司 他的董事长已经在交易界混了40多年了 他一直在做场内交易赚钱 从来不看技术图表和技术分析 后来年事已高 决定退休半年便不再留在交易厅 所以 他请来了一位著名的分析师做助理 一天 两个人一起看黄豆的期货行情 分析师预测了一个重要支撑位和压力位 支撑位和压力位是什么 举个简单的例子 现在的价格是7块 价格开始下跌 跌到5块就跌不动了 开始反弹上涨 那么5块钱就是最好的支撑了 如果价格涨到10块的时候 价格就会下降 那么10块就是一个压力 黄豆价格慢慢下降 接近分析师预测的支撑位 董事长抬起头来 看着分析师问道 价格在这里不会下跌 会上涨的 是吗 分析师很肯定地说道 是的 这是今天的最低价 董事长反唇相机 胡说八道 然后 他拿起电话 告诉交易员 卖出200万的黄豆 30秒后 豆价暴跌10美分 干净利罗地 跌破分析师预测的支撑位 看着一脸惊恐的分析师 董事长淡定地说道 你不是说过 到了支撑位就只跌了吗 这个案例 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既然董事长一通电话 就能使股价跌破支撑位 那么其他人也能做到 我们不知道 有多少人拥有这样的能力 而且 他们真的会这么做 这些都是无法从现有信息中 发现的隐藏因素 但是 如果有交易员打个电话 我们的交易结果就会发生变化 所以 道格拉斯才会说 这次交易失败 并不是因为分析的好 那么 为什么有些交易者 不能长期获利呢 答案就在心态上 道格拉斯认为 失败者往往是失败者 第一种心态 道格拉斯称之为欣喜若狂 人一旦太过自信 就会膨胀 比如盲目地增加杠杆 该止损的时候 不能止损 这个时候 市场会给你一个教训的 产生过度自信的心理机制在于 联想的大脑会自动将我们的经验和现实联系起来 比如说 连续三笔交易都亏了 那么下一笔交易 我们就会觉得 这是一笔风险很大的交易 其实 这也是一个绝佳的机会 但是我们错过了 反过来说 如果我们连续做了几笔生意 那么接下来的交易 就会自然而然地认为这是一笔不小的成功 结果就是太过自信了 第二个失败者 心态就是自毁信念 所谓的自残 就是在潜意识里 不想让自己得到任何的好处 这样呢 就会使我们处于一种疏忽和心不在焉的状态 比如节目一开始 我们提到 有人错过了一笔精心策划的交易 有人在抢购股票实物操作 导致买入 为什么会这样 正是因为这种自我摧毁了信念 导致了自己的疏忽和心不在焉 乍听起来很奇怪 为什么有人不想赚钱 这也是联想机制的问题 虽然他们嘴上说着要赚钱 但是大脑里的记忆和赚钱的想法 是冲突的 我们的大脑会下意识地 将两者联系在一起 举个例子 我们从小接受的教育 就是勤勤恳恳 不能一夜暴富 再比如 我们利用工作时间去炒股 这和专注工作的纪律是冲突的 这会导致自我毁灭 第三种失败者心态 就是恐惧 根据道格拉斯的观点 95%的失败源于四大交易恐惧 这四个恐惧分别是 害怕犯错 害怕亏损 害怕错过机会 害怕赚不到钱 一旦出现这种恐惧心理 人们自然而然地就会选择逃避那些 可能会对我们造成伤害的信息 比如说 一些交易员看到某只股票连续涨停之后 就迫不及待地跟了上去 他就是怕踩空 错过机会 也有的交易员 明明对某只股票很有信心 但是价格稍微一波动 就会被洗掉 那是因为他们害怕亏损 另一方面 由于恐惧 我们潜意识里会扭曲市场信息 当市场信号对我们不利时 我们就会找各种理由和借口把它看作是有利信号 比如说 你手里的股票一直在下跌 但是我们却固守住了自己的位置 不肯止损 比如昨天公司发布了一条消息 我们以为是好消息 以为今天会涨 今天又跌了 我们安慰自己 这是最后一次跌了 昨天股价收出一个小阳线 我们欢呼又开始反弹 后天股价就会再次下跌 我们相信前两次的最低价 是最后一次下跌 损失了50% 我们才知道 是我的错 造成恐惧的心理机制在于期待 期待是我们对未来的想象 比如 当我们期待一只股票上涨的时候 它看起来就像是要上涨一样 但是想象毕竟是想象 现实和现实之间还是有差距的 如果股价没有达到预期 我们就会感受到危险 从而产生恐惧 不论联想还是期望 根源在于我们的认知 与市场现实背道而驰 说句不好听的 就是一部分交易者活在幻想之中 这么说吧 如果我们的认知和市场现实不一致 那么我们就会 一直处于失败者的心态 长期亏损 那么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 在道格拉斯看来 精神上的问题 只能靠自己的努力来解决 药方就是建立胜利者的心态 这也是我们接下来要讲的内容 胜利者心态的关键在于 使我们的认知符合市场现实 那么 什么才是真正的市场 简单来说 交易就是一场概率与风险的博弈 第一 市场上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因为这里面有隐藏的信息 所以谁也不能肯定 某只股票会不会涨 我们买进一只股票 仅仅因为它有更高的可能性 第二点是赚钱并不需要知道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打个比方 赌场不需要知道 每一位赌客下一局 是压大还是压小赌 因为 无论你怎么下主 他的胜率都比你高 如果你一直赌下去 赌场肯定会赚钱 我们做生意 也是一样的 只要有一定的胜算 就一定能赚到钱 赚得越多 亏得越少 就越能获得长期的利润 第三点是 交易有优势 只要我们做对的概率 大于做错的概率 比如说上涨的概率 比下跌的概率高 所以 我们在这里买入 有很大的优势 也有很大的胜算 也许我们这次 买入后股价就下跌了 但是 只要我们每一次 买入价格都在上涨 那么我们的胜算就很大了 第四点 即使我们有优势 盈亏也是随机分布的 比如说 二十笔交易当中 有十四笔能够赚到钱 胜率高达百分之七十五 但是 哪十四笔能赚钱呢 这是个未知数 有可能我们先赚了十四笔 然后又亏了六笔 也有可能先亏六笔 然后连赚十四笔啊 好吧 看看第五点 市场上每时每刻都有自己独特的特性 每个人在市场上都有自己的行为模式 而个人之间的互动就形成了集体行为模式 个体间的互动形成了集体行为模式 这些模式重复出现在价格途中 形成类似的形态 如双底 双顶 三重底 肩顶 旗形三角形等等 这些形态往往会带来更高胜率的交易机会 比如双底之后 价格上涨的可能性就更大了 三个顶点后 价格下跌的可能性就大了 技术分析利用这些形态进行交易 但即使是非常相似的形态 其性质也可能不同 比如双底之后 价格很有可能会上涨 但是 并不是所有的双底都会上涨 这里介绍了五个基本事实 接受他们能够控制交易者的内在联系和期望 一旦我们接受了市场的不确定性 盈亏随机 那么当股票价格与预期被盗而迟时 我们就不会感到威胁或恐惧了 一旦我们接受市场的 每一刻都是独一无二的 那么我们就不会把过去的经验 和当前的走势联系起来 总之 将认知与市场现实保持一致 以风险与概率的观点来看待市场 才能获得胜利者的心态 不过俗话说得好 说起来容易 做起来难 很多交易者都知道概率 但是做生意的时候 却做不到 举个例子吧 道格拉斯有个叫鲍博的合作者 邀请道格拉斯给他做一笔期货交易 鲍博开立仓位 设置止损 期货价格先是上涨了一段时间 然后又回到他的入场点 此时还没有到止损的时候 鲍博却选择了平仓 当他平仓的时候 期货的价格一下子暴涨了500点 鲍博失去了一个大赚钱的机会 他非常沮丧 于是 他向道格拉斯请教了一下 自己为什么会犯这样的错误 道格拉斯和鲍博聊了几句 发现鲍博坚信市场很快就会上涨 不需要止损但市场上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鲍博入场后价格迅速回落 其实这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只要继续等待就会有风险 价格会继续下跌 止损就会出现亏损 鲍博无法接受这样的风险 他对自己非常有信心的交易 怎么可能会亏本 他承受不起这样的风险 所以当危险来临的时候 他选择了逃跑 从鲍博的案例中可以看出 固有的信仰会干扰交易行为 这可如何适合 首先要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检视自己的思想 言谈和行为 看看自己的思想中 是否存在着某种信念和胜利者 心态上的冲突 当我们谈到市场时 会不会从概率角度出发呢 我们之前做的那个交易 真的有风险吗 这就像是程序员在找Buck一样 第二步是树立积极的信念 道格拉斯认为 负面信念一旦存在 就不会消散 所以最好的办法 不是用钢铁般的意志 去对抗它们 而应该重新开始 建立起更加积极的信念 啊 建立信念听起来 像是一种老生常谈的心理技巧 但道格拉斯认为 这是最重要的一步 信念对我们的认知和行为很重要 他讲了个故事 1987年 芝加哥电视台做了一档节目 请来一位临时演员 在密歇根大道上 打出免费送钱的标语 今天是唯一的机会 电视台给这个人一大笔钱 只要有人向他要钱 他就给他钱 密歇根大道 是芝加哥最繁华的一条街道 人来人往 但是只有一个人 在看到牌子的时候 停下来问了一句 能不能给我一些钱坐公共汽车 其他人都无动于衷啊 这个临时演员喊了起来 谁要钱啊 还不快过来拿呀 结果 大家都装作没听见 有的 还故意绕开了他 最后 他走到一个路人面前 问了一句 好的 您需要钱吗 新人的回答是 今天不要不去 哼 你说 送钱干嘛 这么好的事情 为什么不去拿 因为 大家都相信 天上不会掉馅饼 那个拿了钱坐公交车的人 为什么要去拿呢 因为他是个乞丐 所以他相信免费午餐 所以如果我们想要建立一个胜利者的心态 最重要的信念 就是我能够成为一个长期的胜利者 嗯 这是一种比较抽象的信仰 道格拉斯 把他分成了七个小信仰 第一 我能客观地看到我的优势 第二 我能预先确定每笔交易的风险 第三点 我能完全接受风险 第四 我能毫不犹豫地按照自己的优势行事 第五 当市场让我赚钱时 我会回报自己 第六 我要不断地检讨自己犯错误的可能性 第七 我知道这些长期成功的原则 是绝对必要的 因此我 从来不会违反这些原则 那么 这七个小信念 究竟是如何建立的呢 方法就是采取行动 有意识地创造 与这些信念相符的经验 道格拉斯讲的是一只狗 和一个小孩的故事 被狗咬了一口的孩子们 心中都有一个负面的想法 那就是狗咬人 下次再遇到狗 他一定要把狗抛开 但是有一次 当他看到几个同龄的孩子 跟狗玩的时候 他就有了一种信念 那就是狗不能认 光知道这一点 他就不敢跟小狗玩了 但是因为有了一种积极的信念 所以 当他再次看到狗时 他跑得更近了 结果发现狗并没有追着他 于是创造了一种与信念相符的经验 也许下次他看到狗不跑了 发现狗没有咬他 他又创造了一种经验 渐渐的 他距离小狗越来越近 最后 他还能像其他孩子一样跟小狗玩 其实 在交易的时候 我们也要经历一个和那个孩子一样的过程 比方说 我们建立了一种 我能完全接受风险的信念 在接下来的交易当中 当价格到达止损位的时候 我们就会果断地进场 这将会创造出一种 与我们的信念相一致的经验 并且逐渐地积累经验 那么我们就可以将长期的 胜利者的信念所取代 如果我们头脑中的信念太过激烈 以至于不能采取行动呢 道格拉斯还介绍了另一个心理技巧 自律 这个技巧的关键在于 将你的注意力集中在你的目标上 现在 道格拉斯给我们讲了一个例子 1978年 道格拉斯决定开始跑步 但只跑了三次就放弃了 1979年春天 他又下定决心要跑步了 这一次 他用上了自制力 首先 他给自己定下了一个目标 那就是在夏天结束之前 一次跑八公里 第一周的时候 他跑了四次 每次都能够跑得更远 在奔跑的过程中 各种各样的想法 不断地涌现出来 比如说出门时 他就会想 哎呦 今天好热啊 别跑 也有可能是想看电视节目 然后跑步 但是最后还是停了下来 道格拉斯将注意力 集中在了八公里的目标上 他还制定了一条规则 那就是每次出去跑步的时候 都要比上次多跑一步 凭借着自律的技巧 道格拉斯终于达到了自己的目标 道格拉斯发现 当他跑出八公里后 所有的负面情绪都会烟消云散 如果想要跑步 他可以直接穿鞋出门 没有任何的抵触 在交易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给自己定下一个小目标 比如说 接下来的二十笔交易 你要考虑风险和概率 让你的认知符合市场现实 在这个过程中 一旦出现了对立的思想和信念 我们就会运用自律的技巧 把注意力集中到二十笔交易上面 好吧 关于胜利者心态的理论部分 我们将就此结束 简而言之 胜利者心态就是用风险和概率来看待市场 很多交易者都知道这一点 但他们做不到 解决办法就是建立一个积极的信念 即我能成为一个长期的胜利者 这个信念又可分解为七个小信念 而建立信心的方法 就是创造与信念相符的成功经验 这一过程需要运用自律的心理技巧 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内容交易心理 练习的第三部分 在这本书中 道格拉斯专门为投资者设计了一套训练方法 让我们通过练习创造一些成功的经验 从而建立信心 排除干扰 把胜利者的心态付诸实践 这个练习包括二十笔交易 练习的第一步 选择活跃的交易标的 它可能是股票 也可能是期货合约的标的 如果我们的资金不多 能不能做模拟交易 第二个步骤是选择交易系统 所谓的交易系统 就是我们在交易中遵循的一套规则 在这个练习中 我们必须完全按照交易系统操作 没有任何主观判断 举个例子 我们在三十分钟的K线图中交易 当价格跌破支撑线的时候买进 当价格到达压力线的时候卖出 如果突破了 止损 支撑线和压力线构成最简单的交易系统 一旦价格触及支撑线 不要判断 立即买进 如果价格没有在支撑线位置反弹 而是出现了破位 那么我们就不做判断了 立刻止损买入 如果价格上涨 道格拉斯就会让我们分批平仓 比如每一次价格上涨 它都会减少三分之一的仓位 直到所有的仓位都被清空 最后练习开始之前 测试一下您的交易系统 一般行情软件都有测试功能啊 测试的结果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让我们知道自己的系统 有多大的盈亏概率 也就是说 我们可以做二十次交易 看看有多少次成功 一切准备就绪之后 就可以开始练习了 道格拉斯的练习方法 为交易者创造了一种 机械的交易环境 我们在做每一笔交易时 不需要分析信息 不需要像机器人一样 根据系统的信号来操作 我们只知道一件事 那就是交易系统的盈亏概率 这一限制使得我们的思维 只停留在风险与概率的角度上 这一点和市场的 实际情况完全吻合 做这个练习的要点 就是在每一次交易中建立信心 每一步都要检查你的内心 是否有冲突 如果存在冲突 是我们无法完全按照 交易系统操作 那就是这运用自律的技巧 把注意力集中在目标上 我们也可以写下 市场五大基本事实 和七小交易信念 经常在交易时 阅读或阅读 在练习的过程中 交易系统是不能更改的 比方说 我们一开始设置的几个系统 都是支撑线和压力线 做了几笔交易就亏光了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不能加入KDJ指标 也不能作为参考形态进行交易 这是不允许的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限制 道格拉斯举了个例子 做生意的时候 要租房子 要准备原材料 要雇佣人手 不是吗 需要付出代价 雇佣人员也需要付出代价 啊 任何生意人都会接受这些代价的 同样的道理 交易也是交易 系统的损失就是你的成本 所以 道格拉斯做了这个限制训练 而我们也接受了这个风险 如果你能够在没有任何问题和冲突的情况下 完成20笔交易 那么 你的概率思维就是正确的 这20笔交易 还会给你带来与正面信念相符的经验 帮助你把胜利者的心态 运用到交易实践中